夏天室啊 夏天室啊 就先給蔡培會 嗯? 夏天室啊 如果你們要戰爭 就先給蔡培會 如果你們要投票還是要戰爭 最近在我們LINE的群組 我們地方很多LINE的群組 都在流傳這樣的一則影片 在裡面 簡潔說 林明珍真情告白 說要選給蔡培會 這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林明珍在過去 在公開場所的時候 他有提到 如果要戰爭 你就投給蔡培會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最近 我們小朋友 我們年輕人的兵役要延長 不就是因為接近戰爭了嗎? 不就是在民進黨的執政下 跟中國有一些摩擦 所以目前有接近戰爭的情況 我們才要延長我們的兵役嗎? 所以林明珍有提到說 如果要戰爭就選給蔡培會 要和平就投給國民黨的林明珍 結果 這樣子的發言 在民進黨的奧布 民進黨的手中被抹黑 說林明珍支持蔡培會 請民進黨不要再用斷章取義 不要再用惡意剪輯的方式 來做相關宣傳的抹黑 不要再用這樣惡質的選舉 來影響南投當地人民的 我們的有智慧的判斷 要放下嗎? 好 放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中影片的內容 這很明顯經過剪接 我們來看一下沒有剪接的原始檔案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民進黨最會的 民進黨最會就是在選舉期間 做影片的剪輯相關資訊的造謠 請大家一定不能相信這樣的假消息 這樣的假新聞 民進黨才是最大的假新聞的一個製造業 林明珍縣長在過去去出訪 外交出訪的時候 其實創造了超過3億5千萬的外銷的成績 第二 林縣長爭著本人出國只有11次 民進黨惡意的將林縣長過去政府的出訪紀錄 跟李朝青縣長時代的出訪紀錄 給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們才提出這樣的虛假的內容 事實上林明珍縣長只有出訪11次 並且每一次都是積極的在考察 行程是硬到找一些民意代表要跟隨 民意代表也都不願意 因為林明珍縣長是真正正實實在在的 在做考察 做外銷的推廣